原来崇敏是王家企业的私生子 那 那这以后 不就家财万贯了吗 妈 你干吗去啊 看你紧张的 妈只是生病 还没到身边了 妈 你胡说什么呢你 你一定会健康长寿的 什么呀 这人吧 早晚都要死的 妈 你别瞎说了 好不好 来 坐 好 妈不瞎说了 是啊 妈 你以后啊 肯定比我活了多久 都长难了 又说傻话了 你想让妈妈骂你啊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妈 妈 你没事 在房间躺着就行 有什么事向我来做 我天天躺着 躺得我都腰酸背痛的 头也昏 所以呢 我想出来走走 弄点水喝 妈 你喝茶 我去倒了 妈 妈 喝茶 周明啊 怎么了 要是这杯茶 是我媳妇倒给我的 那就好 妈 妈 你看妈现在吧 身体大不如前了 身边呢又没个伴儿 难道你就不想早点 给妈娶个媳妇回来陪陪我呀 妈 你怎么又说这个事了呀 对了 妈 那今天那个王 不是 她老婆 一直叫你去她家住 我看她们倒挺有诚意的 聪明啊 你可以不叫她爸爸 但对何丽姐 你好歹应该叫一声阿姨呀 我叫不出来 妈 既然她们叫你去王家住 我看呢 你就去住 我住到她们家去呀 怎么了 何丽姐和你爸爸对我好 这我知道 但是 自从少康和陈宇离婚以后 这王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事情 都靠敏君一个人在打理 她已经够忙的了 如果我再去 只能增添她的麻烦 其实 妈这辈子 能指望的只有你 如果你真的孝顺妈妈的话 赶紧娶个媳妇回来 陪陪我 妈 好好好 不说了 只是哪天你一回来 你再也见不到妈了 妈 妈 妈 我去看吧 崇敏 崇敏 宝莲 你怎么来了呀 听说阿姨生病了 赶紧过来看看 阿姨呢 在里面呢 进去吧 好 阿姨 宝莲 你来了 我给你买点水果 阿姨 我给你买点水果 你来进去吃了 还买什么水果呀 阿姨 是你怎么样了 好点儿买 我妈是操心过着头 还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本来以为是普通的 腰酸背疼 可没想到 年纪大了 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没事的 来 崇敏你站着干什么呀 宝莲来了 赶紧去倒茶呀 阿姨 不用 我自己来吧 没事 我去倒吧 让他去 来来来 你坐 宝莲 你怎么知道我生病了 我听敏军说的 敏军去找过你了 是啊 那他跟你说什么 这 宝莲 喝茶 谢谢崇敏 崇敏啊 你到自己的房间忙吧 我跟宝莲有些话要说 妈 没什么事 你叫我去房间干吗呀 那崇敏 你到公司里去吧 你不是一天没去公司了吗 去 去 去 崇敏 你是不是担心阿姨没人照顾啊 你放心吧 我跟公司说我出来谈业务 暂时就不回去了 你去忙吧 今天我就留在这儿照顾阿姨了 好吧 妈 那你自己小心身体啊 好 你去忙吧 去忙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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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坐下 来 敏军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我让他去找你 他怎么什么都没跟你说 阿姨 阿姨 原来是 原来是您找敏静来说这个 那你跟阿姨说实话 你对我们家崇敏 印象怎么样啊 阿姨 我觉得 崇敏挺好的 不过 不过 不过什么 你有人了 不是 我觉得 感情是双方面的 我也不知道 崇敏对我是 崇敏对你印象不错的 是吗 嗯 真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 我们可以交往试试 那太好了 宝莲啊 阿姨第一次见到你 就很喜欢你的 我刚刚啊 还跟我们家儿子说呢 叫他赶紧娶个媳妇回来陪陪我 要不然啊 他就要我住到他爸爸家里去 他爸爸 对不起 阿姨 我一直以为 崇敏没有爸爸 既然你们要交往 我就不瞒你了 崇敏的爸爸呢 就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 王 左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崇明都不愿意叫他爸爸 不过 王董事长 还是很喜欢我们儿子的 说起来真是 原来崇明 是王家企业的死生子 那 那这以后 不就家财万贯了吗 妈妈 我回来了 崇明回来了 包给我吧 好 朋友 我自己呢 崇明啊 男人在外面忙事业回来 女人接回她的公文包 这是多好的事啊 这才是好媳妇嘛 妈 今天感觉怎么样 身体好些了吗 妈 今天精神好得不得了 什么病都没有了 宝莲爱一直陪我到现在 还尝着给我做饭 她说要等你回来一起吃饭呢 我也好久没下厨了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不合口味不要紧的 慢慢来就好了 麻烦你拿 过来 好 那既然这样 我现在去做吧 妈 你这么做我不同意啊 什么事这么不同意 你这逼我上梁山吗 我让你娶个媳妇 这跟逼上梁山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 我叫你结婚就要逼死你吗 这我现在就感觉像死样 阿姨 你们调味人在哪儿啊 方脸 感谢你照顾我妈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 到此为止了 床脸 你干什么样 妈 先让我把话说完 方脸 你是个好女孩 我妈呢 一直想凑合我们俩在一起 我承认 我对你的印象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必不适合 所以 今天把话就说清楚 免得你误会你 我不会再误会你 我也不敢高攀你 我爸走得早 我妈去年也没了 我看见阿姨这么慈祥 就好像看见自己妈妈一样的温暖 所以 我一听说阿姨不舒服 我就立刻赶过来看她 黄先生 承蒙你看得起我 不过我告诉你 我方宝莲绝对不是随便的女孩 再见 宝莲 宝莲 宝莲你别走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呀 妈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你哪里是故意要气死我 你气死我了你才高兴吗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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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开开门啊 是我没有这个命 从小 我一个人把你带到我肉业了 你不结婚可以啊 你可以好好地跟我说 干吗要这样羞辱一个女孩子 还说我逼你上两身 妈 你别哭了 你别生气了 有话慢慢说 你开门啊妈 你先开开门 我不开 从此以后 你接不接话啊 我不管了 我死了 也不要你管 妈 你瞎说什么呢 你开开门好不好 妈 真的